民進黨這次只拿下四縣市跟澎湖 尤其臺南及屏東只顯勝 當選人黃偉哲及周春敏 都表示會繼續來努力 但國民黨屏東縣長候選人蘇清全 不排除申請重新驗票 而至於連任成功的高雄市長 陳其邁 外傳將代理黨主席 陳其邁表示尊重黨中央 在車上揮手 民進黨屏東縣長當選人周春敏 二十七號一早少接卸票 臉上終於有笑容 因為二十六號開票時 他與對手國民黨蘇清全票數一路緊咬 最後周春敏險一萬多票 讓蘇清全質疑開票過程有瑕疵 蘇清全不排除驗票 而原本民進黨應該十拿九穩的屏東 卻差點翻盤 歸咎可能是平額公路因眾數百里塞車惹民怨 還有初選紛爭 周春敏表示會冷靜面對繼續加油 還有臺南也選得驚險 黃偉哲謝龍介開票只差四萬多票 黃偉哲否認中央施政拖累地方 只表示會深切檢討 民黨這次只拿下南部四縣市及澎湖遭逢巨大挫敗 黨主席蔡英文宣布請辭傳出將由連任成功的高雄市長 陳其邁接棒代理 2018年苦吞敗仗的陳其邁這次成了選得最穩的人 黨內期許陳其邁一旦接代理黨主席能在黨內改革加把勁 記者陳煥與孟昭泉南部報導